汇控上周五突破50元,创了超过一年的新高 CEO奇耀年最新就说 已经就日后的股息采纳一项新的政策 志在持续派息,提供良好的收入 不过汇控今日早市显着回吐 半日拖累恒指大约70点 暂时仍然看到有接近3%的跌幅 目前日线图、周线图和月线图 分别是反映短线、中线和长线形势的图表 是偏好、向好和全面向好 即是短线开始有回吐压力 股价的升势,有可能站高一段落 需要整固一下才有力再上 日线图上,特别先和大家看看保力加通道和STC 先看保力加通道 股价上星期五站稳在保力加通道顶部之上 看到通道顶部的方向由下移 即下移转为上移 或者用量度线出来,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不要看着这个位置 因为用量度线的时候,保力加通道的水平就会跳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49.535 上星期五那天就升到49.928 反映的顶部是上移的,而今天是50的水平 虽然看到股价向下,但留意到细心点看 保力加通道顶部仍然是上移的 即是反映什么呢? 显示股价的波幅就大了 启示后市将会有更大的上升空间 由于顶部阻力被突破之后 便会容易吸引一些买家追价入市 而通道中族同样都是上移的 即是反映股价,短期的股价是易升难跌 不过大家都知道,今早上股价表现 或者刚才也提及过 暂时现在看到是跌直转3% 似乎大户在震仓 我们都要先看清楚形势变化 小心点就较为上着 看完保力加通道 我们看看STC 汇控股价由5月17日开始 持续大约在$48至$49的1波幅内横行 期间,STC的%K曾经两次跌穿%D 分别就是在21日 即是在21日 看见%K是低于%D 而27日的时候 同样都有%K跌穿%D的情况 不过两次,两条线都仍然成功 站稳在80之上 即是沽出信号未被确认 而上日的股价突破向上 %K亦都在%D上加速上升 反映$48至$49的横行区 支持力很强 不过今早的%K 就第三次跌穿%D 当然要等收市才可以确认 股价在日中低位49.22前面 暂时还有支持 最重要的是%D 成功手稳在80上 另外今天就说一个新的指标 就是OBV 中文就是正值成交量 大家可以看到 画面上显示的时段 会控的股价就一浪高过一浪 而OBV也是 但是要留意 现时OBV的数值仍然是负数 大家可以看到-2,2,5,7,5,8 之后那些不读 反映下跌动力其实是大过上升动力 大家可能会说 不是,明明股价持续向上 但其实仍然处于中期跌浪之中的反弹 若果我们转张周线图 就会看到股价是由去年 就是会控去年 未见过26.33元 这是随正之后的价格 低位之后 股价持续升上来 大家留心看看 OBV是会由负数变为正数 即是反映什么呢? 即是中期跌浪中的反弹是有力的 既然有力的话 会再试什么位置? 第一步先看2019年5月3日的星期 因为这是周线图 66.99跌到2020年9月23日的星期的低位 0.618倍量度升幅目标是51.46 股价站稳在上面之后 多数都会很快上市跌浪起点66.99 但要留意 我们看的是周线图 很快的意思 就不要车望是几天 应该是看几个星期 另外53.35也值得留意 这是前跌浪的底部 前跌浪的底部 也是同61.13之间的横行区的底部 所以估计这个位置前面会有一定的阻力 但刚才提过 短线是要整股 短线有货的 可以考虑先将止赚位或止涉位 放在推高到5月12日的低位 5月12日的低位是17.3 都画了条线给大家看 股价进一步向上的时候 就再推高到前升浪的高位 即是5月6日的高位49.4 大家可能会问 为什么不是一突破了横行区顶部 就放止赞位或止涉位在顶部 因为股价通常都会后抽回市顶部支持 出现短暂略跌穿的情况 今天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如果这么快就放得这么近 即是49.4 很容易被震走 如果中线投资又怎样 留意到YouTube也看到有观众问 5号仔是几钱买的 如何判断 够不够直播率去买货 如果止涉位仍然放在47.3 即是5月12日的低位 进取的话 中线目标可以看 刚才提过的横行区的顶部 61.13 中线部署直播率的要求是3比1 股价低过50.757的时候 就可以看实图表信号指示入市 大家不要心急 看到股价低过刚才我说的买入价 要看什么 如何依照图表信号入市 中线投资 即是看周线图 目前5个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即上面这个图表有SAR 保力加通道 跟着RSI STC 和MECD 暂时RSI是转为利淡 即是有4个指标是利好 1个指标是利淡 如果星期五临收市之前 5个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还有3个或以上指标是利好的话 就可以考虑找机会先买第一注 但记得 止涉位要放在47.3